做出來結果怎麼樣啊 就這樣啊 人家會講啊 所以交互作用顯不顯著 還好 有還好的這種定義嗎 所以交互作用的虛無假設有沒有被拒絕 交互作用的虛無假設被拒絕 所以就代表他有 有交互作用 是不是 其他人呢 剛才那一題交互作用是顯著還是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所以就是虛無假設沒有被拒絕 好那所以 那 另外那兩個因子呢 溫度 濕度 是溫度嘛 溫度跟濕度是不是 對溫度跟濕度 溫度跟濕度對他的什麼 那個叫什麼空氣清淨機是不是 有沒有影響 這是影響他的這是什麼 他的觀察只是代表他的 臭味幾天才會下降 這麼久 30幾天 所以反正 溫度有沒有影響 也沒有影響 也不顯著 濕度呢 濕度就有了 所以 兩個變數 其實沒有交互作用 那最後也只有濕度對他的這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清淨機的這個操作有影響而已 OK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Toyanova 說實在 你只要把資料放進去 你也有統計 你有一些觀察數據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分析 那這個其實在 蠻多 很多 其實你看研究生他們的很多論文 他們是 最多也就是做Toyanova而已 只不過當然他之前花很多時間 去收集資料 所以 他們用的統計分析的工具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第12章就上來這邊 我們接下來 讓我們來看第10章 相關跟 跟那個回歸 好 回歸這個東西你們從 大大大大一進來 應該就已經有在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大一的 大一的你們有沒有在做回歸 有啊 什麼課 什麼實驗 普務實驗就有用了嘛對不對 所以普務實驗就用 然後到大二呢 有沒有在用 測量有沒有用 有 什麼測 印測 印測有用 除了呢 除了印測有用還有其他地方 還沒有用 你是我們海工系的嗎 有嗎應該很 你們大二不是做了很多實驗 除了印測有用到還有哪邊有用 沒有啦 沒有啦 環化 環化 環化有沒有用 有 喔 環化有用啊還有呢 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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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化有用嗎 不要隨便亂談好不好 一年級的 海化有用嗎 啊 不同老師 不同老師 為什麼海化會不同老師 所以你們海化是誰上 海化 海化是誰上忘記了 海化上學期是不是 理論上是應該是李宗林老師嘛 對啊但是李老師可能那陣子休假 那個王威脅老師啦 公卡成林 老師的名字都不記得 我叫什麼名字 講不出來扣十分 好啦所以你們 好了你們 你們王老師 金拉宏你說有海化有做 有用過回歸啊 還是你亂講的 啊 他想要被擋 可能就那個 嚴度啊 那個數據 不是會有個寫溫稱嗎 對啊 但是他有跟你說那是回歸出來的 就是他說那是以前 去調查的時候 發現很奇怪怎麼放下去 會有一個 下降的那個 趨勢 所以那應該是用回歸畫出來 應該是 OK 就是聯想力很強就對了 不錯 公彩沒有 公彩有沒有做實驗 實驗有沒有去畫那個圖 沒有 我不知道 公彩 土力 土力有沒有 土力有沒有 怎麼樣 那個 資金片檢 土力你們是上學期喔 對啊 馬上忘了 太快了吧 沒有啊 真的啊 叫你們直接數據點一點用手畫一條線出來 是假的 用手畫 土力的助教是誰 薄養啊 我去問薄養 什麼叫你們直接用手畫喔 老實說用手畫 那你們就有數據了 為什麼不用 用Excel去畫 身為專業工程師 那每一組就可以畫出不一樣的結果啦 不是嗎 就是同一組的數據 每個人畫出來都不一樣 所以這叫專業嗎 唉唷 然後我改天要跟 田老師好好聊一下 看看到底是情況是怎麼樣 專業工程師要用手畫 真的啊 OK 當然這也不是專業不專業的概念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比較客觀的 你如果要從客觀的角度去看 你應該是透過一些數 一些方法去分析它 而不是用人的主觀判斷嘛 人的主觀判斷大家都可以 你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高 喜好去做這個 做假使 去做畫那條線啦對不對 那 Anyway我覺得還是 以科學研究來說啦 還是應該要比較客觀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會談到 數據的相關跟它的回歸啦 那回歸當然就是要畫一條 基本上是畫直線啦 但是 理論上回歸也不一定只有直線 因為它可以畫所謂的 畫所謂的這個 非線性的 非線性的曲線都可以 好啦那我們直接看 先看這個散布圖跟相關的這個概念 很簡單 那這個就是談到我們剛剛說的 所謂的獨立變數跟 一個獨立變數 兩個變數一個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跟這個獨立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那這兩個之間可能會存在一種 關係存在 那這種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是利用相關跟回歸來做一些study 那獨立變數當然 大家都知道那個概念 獨立變數反正它就是independent 你可以任何去改變它都可以 那一變數呢 一變數是沒有辦法 一變數它就反正看 你的獨立變數怎麼去影響它 它的一變數就 就怎麼去變化 所以一變數是沒有辦法被控制的 那反而是獨立變數是可以被控制的 這個是要注意到這個說明 獨立變數是可以被控制 雖然它是獨立嘛 那獨立的話就是我反正 就是一個free variable 那既然是一個free variable 自由變數 它就可以去控制它 那一變數就沒辦法被控制 像什麼 假設念書跟 念書的時間跟考試的成績有成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有相關 有相關 那或者是說它是有 成正相關的概念的話 那 念書時間就變如果是獨立變數 那考試成績就有異變數 那我們就可以 花多一點時間 可以把考試成績就變好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念書的時間 既然是獨立變數 所以它是可以被控制的 你只要花多一點時間 你的成績就會變好 對不對 是這樣嗎 花多一點時間成績會變好 還被你搖頭 你是真受其害嗎 花很多時間還考試成績還是很爛 是這樣嗎 不一定 這個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 要怎麼說 有點算是 人類行為科學的東西 不過 人類行為科學有時候不好去處理 所以可以透過一些量化 實驗去設計它 那獨立變數一般還有一個名詞 這個稍微要注意一下 獨立變數要叫做解釋變數 一變數叫做反應變數 那因為它為什麼叫解釋變數呢 它就是利用這個獨立變數來解釋 為什麼你的一變數會變化的一個控制的一個原因 所以它是一個叫解釋變數 那一變數當然就是它的反應 因為 因為透過這個解釋變數 我認為 某些東西會變變化 怎麼樣 會被 怎麼樣的被 response 被反應出來 所以這個一變數叫反應變數 所以這概念都還蠻 Straightforward的 蠻直觀的 那我們通常最簡單 一開始在畫這種 所有的相關的分析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叫 Skaterprop 散步圖 這個Excel裡面就有了 對不對 就是 X跟Y 把它當成一對 當成一對 那就是 X跟Y的 坐標 那你把這一對當成是一個點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 這個Skaterprop 叫散步圖 Excel裡面都有這個散步圖 那這散步圖如果畫出來 就像 剛才如果我們是用比較專業的 用人眼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 像A可能就是一個正向觀 B可能是一個 寫綠式 類似如果把它想像成有一條直線 那就是 它所謂的正跟負的關係就是什麼 反正正的關係就是 這邊 橫軸增加 Y軸跟著增加 這叫正 那負的呢 就是橫軸增加 Y軸變 少 這個就是負相關 對不對 所以它負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如果從幾何的概念來看 就是它的斜率 這個斜率是什麼 這斜率是正還負 正 這條呢 負嘛 就類似這樣概念 那另外如果像這種情況 這個可能就是非線性 那如果是全部一團亂的 那就是沒有關係 類似這樣 所以這個可以透過 你們所謂的專業判斷 用眼睛去看 也許可以看得出來 那但是 好啦 我們直接看例子 這個 租車公司的數據 車輛數 跟它的收益 那看起來 當然看數據是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直接畫圖 然後畫一畫 這個橫軸是車輛數 重軸是它的收益 所以看起來 如果依據專業的判斷 這個拉一條線過去 應該是有一條 正相關的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正相關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專業判斷某種程度 就是主觀的判斷 主觀是好還是不好 也不一定 反正這個就是我們主觀的看出來 它是應該是一條正相關的概念 另外一個 缺席次數跟統計學 期末考成績 這個搞不好我們可以把你們的數據來分析看看 缺席次數跟成績有沒有關係 畫一畫 畫出來是這樣子 所以缺席次數越多 橫軸是缺席次數 縱軸是成績 所以看起來缺席次數越多 它的成績就越差 所以這個按照主觀的判斷 看起來應該是一個什麼 類似是一個負相關 所以還是有相關 只不過它是負相關 這代表 缺席次數多有可能就會被當掉 這是這樣的概念 年齡跟財產 年齡 就是它的 幾歲嘛 那它的財產 這是用10億美金 這個都是 都是 有錢人家 400大富豪 畫出來就變這樣一個東西 這樣的話你的專業判斷應該是什麼 以你們的專業判斷 這個看起來應該 其實 有人還是如果你硬要掰 你還是可以掰啊 你說這樣子好像有一條直線啊 對不對 所以這看起來好像有點正相關 但是 客本他認為說 不存在強烈的信性相關 他也許是信性相關 但是 可能不是那麼強烈 所以大約還是可以看出 好像有這樣的趨勢 但是到底是 多不相關 或多相關 你總是要有一個數據告訴我嘛 所以統計基本上就是一個量化的科學 他要告訴你一個 要有一個量化的數據來告訴你 不是說用主觀的說 我覺得好像相關喔 好像到什麼程度 你告訴我嘛 好像到百分之百 還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你總是要給個數據 所以 這個東西 你用主觀判斷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一個呈現量化數據 說實在就是 就是主觀 主觀另外一個不好聽的說法 就是瞎斑 好 那所以我們又 在統計學裡面 我們會用一個量測的一個指標 來呈現所謂的 這個x跟y的相關性 那是叫做相關係數 那這個相關係數 他強調是線性的相關係數 不是非線性的 他呈現的是相關 線性的相關係數 那線性的相關係數 這裡面又分兩個 一個是母體的相關係數 母體的相關係數 我們用r來表示 就是母體當然知道 到學到現在應該知道 什麼叫母體 什麼叫樣本 母體就是 全部裡面的所有的數據 你去算出來的 sy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就叫做r 我們用這個符號 叫r來表示 那但是你從母體取樣出來的 算出來的 樣本的相關數據 我們把它叫做r 所以 r跟r就類似 mu跟xbar的概念 母體的平均數用mu 樣本的平均數用 xbar 對不對 那這邊的母體的相關係數 我們用r 樣本就是用r 那這種相關係數怎麼算呢 我們主要的算法是 利用這種叫做 Pearson的 動差相關係數 有點熱熱等 叫Pearson的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簡稱ppmc 當然這個 練得太複雜了 有時候我們就直接叫 相關係數 但是它其實全名 叫做 Pearson的 動差相關係數 那這個算法 我們待會兒看 當然我也不是要你們算 因為這個反正 ECL都有內建 那這種相關係數 不管是你從母體算出來的 或從樣本算出來的 它都是用這個 Pearson的動差相關係數算出來 它的範圍是從 正一到負一 那正一就代表什麼 強烈的正線性相關 負一呢 就代表負線性相關 那如果接近零呢 就代表它基本上是 微弱的 或者是沒有線性相關 所以它是一個 正一到負一之間的一個 一個範圍的一個數值 而且它是沒有單位的 那正一又代表正相關 負一又代表負相關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像這種 這樣的圖形 它的 如果這是樣本的話 這個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可能是0.5 那這個看起來還蠻線性的 是0.9 那如果是一條線上 當然就是1 類似這樣 那這個同樣類比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 你要告訴我說這個是相關 你主觀說它是線性相關 但是它到底多相關 所以你這時候可以利用這個相關係數 去告訴你 這個是0.5 那這是0.9 那這是1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是最 百分之百 那這個就稍微差一點 這個是 沒有那麼好 但是它還是正相關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它總是會有一個 indicator 指標的東西 來告訴你 它到底是 多相關 多正線性 或多負線性 相關 這樣的概念 懂不懂 那 它的特質是什麼 剛剛說過 它是沒有單位的這個 Person的 動差相關係數 或者就是所謂的 相關係數 一般就 直接簡稱叫相關係數 它沒有單位 正負一之間 而且它很特別是說 如果你把 S跟Y交換 它的 R不會變 S跟Y交換 其實就是你 像 它坐標走 坐標走一個 S換到Y Y換到S 那會不會變 你如果原來是正相關 它就正相關 所以 S跟Y交換 它的R不會變 相關係數 不會變 那或者是說 單位 單位 如果換算 你把 原來是公斤 你現在變成公克 那它的R值 也不會變 因為你把它 從公斤變公克 只不過是把它scale 它的尺度變 乘以 乘以多少 乘以1000而已 乘以1000 在對我們做這種 Correlation 的這個 來計算的話 它是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變數 變數的這個單位改變 也不會影響 但是它會被它有影響的是什麼 叫outline 什麼叫outline 離群值 對不對 離群值是怎麼定義的 大於或小於 1.5倍ICQ ICQ有這東西嗎 IQ啊 IQ啊 它就會讓你的相關係數 會產生什麼 產生劇烈的改變 所以通常在做這種相關的分析的時候 要先把outline 先把它拉掉 好 所以 那基本上 你在做相關係數的取樣 取樣的時候 也是隨機樣本 那你的量測基本上 區間尺度 或比例尺度的量測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的 quantitative 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量化數據就對了 量化數據 那而且它這邊還有一個假設 兩個變數是叫做 雙變量常態分配 我們當之前談過 談過 常態分配是 單一變數的常態分配 就是橫軸就是 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對不對 橫軸是一個隨機變數 然後呢 中軸就是它出現的頻率嘛 那那個就是一個 單變量的常態分配 那現在 它講 在談這個是 因為我們今天談到兩個變數 那兩個變數的意思 它叫做雙變量常態分配 因為這個時候是 S跟Y有影響 我們單 之前在看這個常態分配 只有一個變數嘛 那現在是兩個變數之間 要看一起 把它綜合起來看 那它所以這邊談到的雙變量 常態分配就是說 當你的 假設 S 已之 那就是你S 去知道的話 你可以去算一個 Y的值 就是說當你的S是固定的時候 當你的S固定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 另外一個變數 就像是說我們如果是 年紀是20歲 年紀是20歲 那我們來看20歲的 身高的比例 身高的分配 所以 年紀把它固定20歲 然後它的身高的分配 那這個身高分配 需要一個常態分配 懂 就是當你把 當你把年紀固定的 這個是X變數固定的 那你的Y是身高的話 你的Y身高要呈現一個常態分配 或者 或者是反過來 如果今天Y Y如果是 Y是身高 那身高好固定在170 那170的話 就是 身高是170的 情況之下 這些人的 年紀的分配 會不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他也必須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樣才會呈現 叫做所謂的 雙變量的常態分配 那當然 這個都是一個很嚴格的 統計假設 就是你在做統計的假設 要這樣 符合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才能夠去做這些 所謂的 相關系數的假設 去做他的計算 所以 我們有時候在用 其實就是直接拿來用 我們有時候通常 雖然 我們通常也不會管 統計學家 他的前提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 批發就做出來 那做出來結果到底 是不是符合他的假設 我們就 閉著眼睛說 他就是假設符合他的假設 但是你要知道 什麼叫雙變量的常態分配 這個跟之後 我們要談那個回歸 也是有一樣的假設 當你的S固定 你的Y 就要呈現一個常態 當你的Y固定 你的S也要呈現常態分配 那你就用年齡跟身高 這樣來看就很清楚了 年齡固定了 你的身高呈常態 所以年齡20歲 他的身高是常態 年齡是30歲 他的身高也是要呈現常態 類似這樣的概念 或者是說你的身高今天是170 那你的年齡要呈常態 或者是身高是180 那你的年齡要呈常態分配 類似這樣的概念叫 雙變量常態分配 好這個就是他的公式 有點熱熱等 那這個當然 這個我記得以前 我們基概有算過 對不對 大一的我不確定了 大二以上應該 我們都有算過這個公式 用 那時候在介紹韓式啊 寫Program的韓式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不是在介紹說要算韓式嗎 韓式裡面有 我們要算他的submission s乘Y 就是有一個函數 有一個function 或是一個subroutine 在算什麼 他的s乘Y 然後有一個函數在算他的 summation 或者算他的什麼summation平方 有沒有 不是克拉瑞 不是克拉瑪啦 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在介紹 怎麼去利用 我們寫程式 不是有主程式嗎 有韓式嗎 有副程式嗎 我們那時候在介紹 副程式跟韓式的時候 就是 用這個summation 這個都是在記概裡面應該都有學過 大一的因為是用c language 我就不太記得 有沒有 有沒有把這個加進來 至少以前用fortune的時候 我們有用這個例子 還有 我們用fortune的時候 也有在算那個 之後我們在談那個回歸分析的那個a 那個 那個 那兩個係數 忘記算 有點傷心 一年級學的到現在馬上就忘記了 那這個東西反正 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個公式 Excel裡面直接幫你算出來 那你如果要記 你可以記 不然的話 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如果我們要去求他的相關性分析 像剛才的那個例子一樣 原來 什麼租車公司的車輛數跟他的收益 那你直接去把它算出來 那其實你就是打一個公式 在Excel裡面去打這個 Corel Corel 這個 這個 在Excel裡面去打這個公式 Corel 然後把他的這個 把他的範圍 就是車輛數跟他的 revenue 這個範圍把他弄出來 那就可以算出他的相關係數 所以這個就不用計算了啦 這個直接 用Excel去算 算出來結果 0.98 對不對 很高對不對 接近1嘛 所以這個代表 有強烈的正相關 強烈的正相關 所以同樣的問題 剛才的這個 期末考 跟缺席次數的成績 你用 這邊就沒打 反正你去算出來 用Corel 一樣去把它帶進去算 你算出來會是 -0.944 所以是 強烈的負相關 強烈的負相關 好 同樣剛才那一題 有田仁跟 年紀跟財產的數據 那這個時候 你直接 一樣用他的R 去算出來 算出來結果 是0.307 所以0.307 當然他就不是 很靠近正1啦 那他反而比較接近0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 微弱的正線性相關 所以這個 相關係數就可以告訴你 那一組數據 你剛才用主觀的去看 你雖然可以說他是正相關 但是他是 非常微弱的 那多微弱呢 這邊有個 透過這個 R 這個Coefficient 這個係數你就可以知道 他 蠻弱的 弱到已經跟0 比較接近 所以這是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來告訴我們 數據他所呈現出來的 相關性的結果 所以 所以我們接下來 看的是什麼 又是一個假設檢定 剛才說0.307 0.307 他接近0 也不是接近 他至少 反正他就是 他也不是0 因為我們說0才是 所謂的沒有顯著相關 那 但是他又 沒有很接近正1 那他到底 怎麼樣 他到底符不符合 我們所謂的正相關的概念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帶入什麼 假設檢定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假設檢定 那 這邊假設檢定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在看那個假設檢定的概念 當你用樣本的數據去算出這個 R的相關係數 那這個相關係數 可能是 可能是很顯著 有可能是不顯著 就像剛才我們那兩個例子 0.98很顯著 那0.3呢 可能不顯著 那到底顯不顯著 也不是你說的算嘛 所以這時候還是要透過假設檢定 我們去看他 所以 R不等於0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在談那個假設檢定的概念 R不等於0的情況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什麼 R很高 R很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認為說 變數是有顯著的相關性 那如果R不是那麼高 那他可能是一個by chance的機會 讓我們看到現在的R 那其實他的母體 母體的role 搞不好還是接近於0 所以我們在檢定 R相關係數的顯著性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有虛無假設 虛無假設假設 他的母體的相關係數是0 這代表 S跟Y是沒有相關的 雖然你現在找出來的樣本的R是0.3 但是 0.3為什麼會讓你看到0.3 這只是因為一些取樣的機會 然後取樣的一個chance 所以你取樣出來的結果正好是算出來是0.3 但是他的母體真正來看搞不好還是0 所以 我們的假設檢定在檢定相關係數的顯著性的時候 他的虛無假設一樣 是母體假設他的母體的相關係數ro是0 那當然對立假設就是不等於0 對不對 就這樣子嘛 那當然我們就是 如果是顯著水準 他是有一個顯著水準的時候 當然他的虛無假設會被拒絕 那就是有顯著的差異 那如果R沒有顯著差異 那你就會因為 機會 才看到現在 所以這個都是跟我們之前一模一樣的概念 假設檢定一模一樣的概念 這應該OK啦 都是假設檢定嘛 只不過檢定的對象不一樣而已 那假設檢定也有一些假設啦 就是數量的 資料是數量的 然後呢 散佈圖本身 其實這個不一定 就是 因為你如果近視線性相關 那你幹嘛還做 那反正他只是 就是你 反正就是要檢定他有沒有相關而已啦 那最好是沒有離群值 因為我們說離群值會影響他的R 很嚴重 那 SY 是來自常態分配的母體 就這個都有些假設 好 那他的 檢定的公式是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檢定公式 他算出來的結果是一個T 會 會符合所謂的T T分配 所以他這邊是用T的概念來看 那他的算法是用R乘上根號N-2除以1-R平方 這邊有個R不要忘記 就是你的相關係數 乘以根號N就是樣本數 樣本數-2再除以1 減去你的相關係數的平方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 應該是在T分配裡面的某一個地方 那這個T分配 所以接下來你要用他的Critical value 是用T分配去找 好我們用剛才的例子 剛才的例子 10-4是 10-4是什麼 看一下 10-4 租車公司的 好剛才那個租車公司應該很高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我們用alpha等於0.05 那剛才的那個相關係數是0.982 那這時候 我們假設 就是虛無假設是R0 對立是R不等於0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用 因為剛說過是用T分配 在做相關係數的假設 假設檢定是用T分配 所以他的Critical value 是用T分配去做 那因為他這邊的 對立假設是不等號 所以他是用雙尾 這個要注意 假設檢定 假設檢定如果你的對立假設是不等於的話 你的Critical value是要去用雙尾 用雙尾的方式去算他 所以這時候你用T T.invert.2T 用雙尾 然後呢 alpha是0.05 那你的自由度呢 自由度要多少 剛才說自由度是N-2 N-2 那剛才的那個 十字式的例子有6 好像有6個公司吧 所以6個公司6-2 所以他自由度是4 那這樣算出來 他的Critical value是2.7 那2.7 當然這2.7是正負2.7 因為T分配 不要忘記 T分配本身也是一個常態分配的一個概念 只不過他拉的比較寬 所以T是這個Critical value2.7 所以他是正負 正負 那你現在的 減定值 alpha還沒算出來嗎 alpha R知道了 你那個減定值是多少 減定值就帶剛才那個公式 算出來的結果是10.398 非常高 10.398 遠大於2.76 所以當然他落在 非拒絕 落在拒絕域 所以虛無假設是什麼 虛無假設是被拒絕的 所以代表他們有什麼 顯著的相關 對不對 這個 就是一樣畫葫蘆啦 很簡單 同樣的我們用 p value的方法也可以做 那用p value的方式 一樣先去算10-6 那10-6剛才那個是有錢人家的那個年紀跟那個他的這個錢嘛 那找出來的相關性數是0.307 那我們現在用alpha0.01之下 來看他到底 有沒有顯著啦 所以同樣 虛無假設是rho等於0 對立假設是rho不等於0 那我們這時候如果用 先去算他的那個 他的減定值 算出他的減定值 減定值就是剛剛說到r乘上根號n-2除以1-r平方 所以r是0.307 乘上根號 sqrt 根號 n-2 n是10 10-2 除以多少 1-r的平方 這樣算出來他的t減定值是0.912 0.912 那0.912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如果是用p-value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這個 p值是多少 那他的p值是多少呢 這代公式啊 代公式你可以利用 利用這兩個方式都可以啦 一個是用 t.dist.rt 就是t分配的 rt 因為他這邊 我們知道0.9 因為t的平均 他的平均數還是0嘛 那0.9142是往右邊 所以我們先看看他往右邊 所以他這邊是用右尾 t.dist.rt 0.9124 然後他的自由度因為有10個 10-2是8 所以算出來的p值 在右尾是0.19 0.19413 0.19413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什麼 1-t.dist 那這個算法 有什麼差別 知道嗎 一個用t.dist 又用t.dist.rt 這個知道有什麼差別嗎 你如果是用 1-t.dist 它代表是從 最左邊的負乎穹大 一直累積到最右 最右邊 當你的t是等於0.9124的時候的 那個所有的面積嘛 那你今天要看的面積是 右邊的那塊面積 這個也是之前都看過的 這個東西啊 你如果是用 第一個是 t.dist 它是 算出來的 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從 最左邊一直累積到 Q面累積到 t等於0.9124的面積嘛 這個是它的整個面積 那你今天關心的是什麼 你今天關心的是 它的右邊的面積 你關心的是右邊的面積 所以你當然就是用 1 用1 全部的面積就是1嘛 1扣掉藍色這塊 就變成剩下 黑色這塊 那你如果不用這樣的話 你直接用t.dist.rt 那rt它本身就算出它的右尾的東西 這也算是右尾的東西 所以可以算出 它的右尾的機率 它的面積 機率就是面積嘛 算出來是0.194 那0.194是它的p value 那它的p value跟我的alpha alpha是0.01 比起來說 它是什麼 小還是大 p是遠大於alpha alpha是0.01嘛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它就落在什麼域 弱在非拒絕域嘛 當p大於alpha的時候 它是弱在非拒絕域 知道嗎 是不是啊 這個很重要 要講n變啊 ok 所以這樣知道的話 就 可以用p value去做也可以啦 那如果不用p value呢 請問我搞搞不好就考你們兩個方法 用p value去做 再用 用減定的方式去做 都一樣啦 如果不用p value的話 你就要先去算它的什麼 算出t這個值之後呢 然後 要先去找出alpha的什麼 alpha等於0.01它的critical value 那它的critical value怎麼算 它的critical value就跟剛才那個算法一樣 用t大的invert大的2t嘛 然後這邊只不過 這邊是0.01 自由度換成多好 換成8 就這樣而已啊 然後這樣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 然後再去跟什麼 跟你的這個t值去做比較 好 直某 好 當你說 檢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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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虛無假設被拒絕 那虛無假設被拒絕 代表它的對立假設是被接受嘛 對不對 那對立假設被接受 代表它們之間就是有顯著的差異 有顯著的 就是有 線性相關就蠻明顯的啦 線性相關蠻明顯 但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還是有五種可能喔 虛無假設被拒絕 代表它有可能是正相關 就代表對立假設成立 那對立假設成立 就代表它是可能非常的正相關 或非常的負相關 對不對 因為它不會靠近0嘛 不會靠近0就是非常靠近正1或負1嘛 那這種情況之下 它有五種可能喔 這五種可能要背起來 必考 第一種可能 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那本來就是嘛 對不對 就像剛才的那個租車公司你說 它的車輛越多 它的收入就越高 這有直接的正先 直接的因果關係 就是x引起y 這可能 因果 這邊要談到就是因果 因為我們剛說過 它是一個獨立變數對1變數的關係嘛 那獨立變數 它因為獨立變數增加 所以才讓它的什麼 因變數 硬變數 或者是whatever dependent variable 它會才會增加 所以它會有一個因果的關係啊 就是因為s增加 y增加 或者因為s增加 y什麼 減少 這叫做直接的因果關係 當然這個就是 當你的虛無假設被拒絕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你這個是最 最直觀的 最stray forward的一個想法 像說什麼 有水植物才會長大 中毒才會生亡 或熱讓別讓 這個反正就是很單純的因果關係 好這是直接的因果關係 但是另外一個關係是什麼 逆向的因果關係 它也有可能是因為逆向的因果關係 剛才是x影響y對不對 我們認為是應該是x影響y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相關 我們剛剛不是有談到嗎 相關係數 如果你把s跟y顛倒 它相關係數會不會變 剛說是不會變 它的相關係數 我們剛剛不是有 有一個地方提到 相關係數有些特性 對 交換s跟y 有沒有 相關係數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原來是 s是什麼 是 independent variable y是dependent variable 你把它交換之後 變成是 y是dependent variable s是dependent variable 這樣交換出來 在幾何上來看 它就是sy交換嘛 這樣交換對算 相關係數來說是不會影響的喔 它相關係數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檢定出來 它的相關係數是正的 或者是非常的顯著 所以這時候你把y跟x交換 它還是得到同樣的y嘛 得到同樣的r嘛 得到同樣的r 所以它還是顯著的啊 所以代表它有可能是y 影響x喔 有沒有 所以在 在檢定 檢定這個 這種r的顯著性的結果 當它如果是 h1成立 代表他們sy有顯著的相關的時候 它只是代表sy有顯著 所以反過來 你有 所以有可能是s影響y 或者是y影響s 它的可能性都會存在 所以我們說 所以說 直接的因果關係是s影響y 但是它有可能是逆向的因果關係 就變成是y影響x 所以相關係數它是可以 虛無假設被拒絕的時候 是反過來逆向的因果關係 也是可以被成立的喔 因為我們這邊還沒有談到它的回歸 我們這邊只是利用相關 相關係數來看它喔 所以相關係數如果是顯著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是x影響y 或是y影響x 這個都有可能 只是代表他們是相關而已嘛 所以 像他這邊舉這個例子 說什麼 喝太多咖啡會引起緊張 這可能就是一個 他有去做實驗 可能喝咖啡的數量 跟他的緊張的程度吧 那反過來有可能是因為什麼 緊張的人 因為太緊張 所以他想要喝咖啡 所以它是一個有逆向的因果關係 你的相關係數並沒有辦法去看出 是誰影響誰 他只是說這兩個關係 其實喝咖啡跟緊張是有什麼 有關的 喝咖啡跟緊張是有關的 但是因為緊張來喝咖啡 還是因為喝咖啡太多引起緊張 不知道 所以他有可能正負都有可能 這樣合理吧 是不是 所以你們是不是很喜歡喝咖啡 有沒有人喜歡喝咖啡 現在喝咖啡的人好像太多了 你去7-11 一天到晚在看櫃檯都是一堆人在買咖啡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算 好啦 這個是兩個關係 還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他們變數有可能是相關 但是他會同時 這兩個 S跟Y變數有可能會同時受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什麼叫同時受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就是說這第三個變數同時會讓S跟Y同時變 同時依樂就是變好或變不好 像這邊 這個這個例子 蠻蠻蠻蠻特別的 他說什麼 統計學家說 把逆死人的人數跟 暑假每天喝幾罐汽水 來做相關分析 蠻相關的 喝汽水跟逆死人有什麼關係 有相關啊 他的相關係數很高 因為喝汽水被淹死了嘛 被嗆死了嘛 你可以啊 你可以因為你在 你在做這種相關分析 你就是找兩個變數嘛 這兩個變數你隨便阿媽阿狗隨便抓出來一比 一比出來相關性很高啊 你就可以說他很有關係嗎 就像剛剛這個例子啊 喝汽水的 幾罐跟什麼 跟逆死人數 他做出來結果是相關係數很高啊 那你能夠下說 下結論說因為喝汽水太多會影響逆死了 那這樣 你可以下這種結論嗎 也不太可能啊 其實有可能 原因是因為什麼 因為溫度太高嘛 你溫度太高 你才會去喝汽水啊 對不對 那喝汽水 那溫度太高也會讓人去海邊玩啊 所以是因為 第三個變數 這個第三個變數可能就是溫度的關係 太熱了 氣溫太熱了 所以在讓 喝汽水人數同時增加 同時讓溫度的人數也增加嘛 對不對 那這樣合理啊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因為 有第三種潛在的變數 同時影響這兩個變數 讓這兩個變數同時增加 所以他的相關係數高 但不能就代表這兩個變數 就是什麼 就是有彼此影響的關係啊 他只能說他們有相 或是說他們直接有什麼相關的關係 所以 這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就是他的正相關或不相關有可能是受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所以這是第三種可能的關係 要講 要記清楚 說過期末考必考 第四種關係是 更複雜 變數之間 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複雜的關係 你可能只是 這個 看例子比較清楚 就是說 大學成績跟高中成績有顯著相關 因為你找出來的這兩個變數 一個是大學成績 一個是高中成績 那這兩個變數 你做出來 是顯著相關 顯著相關的情況之下 但是 是不是只有一個變數 只有高中成績 會影響你大學成績 雖然高中成績 跟大學成績 是呈現正相關 代表你的高中成績越高 你的大學成績越高 這個是表面上這兩個變數 但是他還有可能 還有可能是什麼 各種更複雜的因素 來影響你的大學成績 包括你的智商 包括你大學的念書態度 念書時數 或者什麼父母影響 還有 年齡 或者是老師 對不對 你們常在抱怨 有些老師怎麼樣怎麼樣 是不是老師也是一個影響因素 是嗎 你們應該把這個老師的因素 要排除掉 因為念書是你們自己的 你如果因為老師而不好好念書 那不就是虧待你們自己了嗎 是嗎 你應該 念書是你們自己的什麼 也不是說責任 這是你們自己的收穫 是你們自己的收 你們自己的成長 如果你因為某個老師 怎麼樣怎麼樣 而影響你們自己的念書 那這樣對你們來說 是好還是不好 你要自己要能夠想清楚 那這個例子是說 你的高中成績影響大學成績 是OK 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你可能還有其他複雜的關係 去組合它的 所以你也不能夠這麼單純 只是說 沒錯 高中成績是影響大學成績 但它不是唯一的 Dominate的成績 不是唯一 是主導它的 這個大學成績的變化的影響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這種各種複雜的關係 跟剛才這個 同時受到第三個 是不一樣的 剛才是兩個變數 同時受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那這個是各種複雜的關係 是說 你的一變數 大學成績可能是 不只跟高中成績有關係 它還是受到 智商什麼 念書時間 這些其他因素影響 而讓它變化 所以這個是 所以意思說這樣的關係 只是代表其中的一部分的關係 不是 雖然它是顯著的 雖然是顯著的相關 但不代表它是唯一的關係而已 這是各種複雜關係 那最後一個就是 最瞎掰的 就是巧合 就是 by chance 那by chance就是說 像這個例子說 運動人數增加跟犯罪人數的 呈現一個顯著相關 你越多人運動你的犯罪越多 這是什麼邏輯 這個只是正好 可能那個數據正好呈現這樣的結果 所以它雖然正好呈現這樣的結果 但不代表就一定是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巧合 懂不懂就是蝦掰正好被你碰到 蝦貓碰到死耗子對不對 欸什麼 是這樣講嗎 怎麼碰到死耗子 蝦 是嗎 蝦貓碰到死耗子 蝦貓碰到死耗子 嘟嘟好 所以這個是巧合的關係 所以 所以代表什麼 兩個變數 相關係數高 不代表它有一定然的因果關係 那我這邊談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叫做黑盒子的概念 有沒有聽過黑盒子 當然我們之前 你們也許新聞看到的黑盒子都是 都是跟飛機有關係嘛 有沒有聽過黑盒子啊 黑盒子大概就是飛機裡面的那個叫黑盒子 但是黑盒子 某種程度我們也可以來說 它就是一個 是一個不透明的啦 就是說這個東西進去 這個黑盒子就跑出另外一個東西 那這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搞不清楚啊 就是黑箱作業啦 類似黑箱作業 所以 雖然你的 那個 相關係數的 這個 統計假設檢定 告訴你它是有顯著相關 但是不必然 不必然代表他們之間是有因果關係 所以可能也是黑盒子的效應 所以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這五種可能 那前面兩種是代表它是真的是可能有因果關係啦 不管是直接的或逆向的 它還是有因果關係 那第三個是代表他們同時受到 第三個 其他的變數影響 那第四個是代表 除了這個 影響 這個變數影響 這個變數之外 那它可能還有其他的因素 我們是沒有考慮到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巧合 所以這五種可能 當你的假設檢定如果都是 成立的時候 假設檢定是成立的時候 它有可能還是因為這五種關係 所以你要仔細去思考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結果 OK 這個很重要 這個例子 你們就再回去看一下 好 接下來看回歸 不過 好像快下課了 所以我們下一節課再看回歸 好 先休息一下